哈喽大家好 有网友私信我说 说他想看看奥迪的A4最经典的那一款 因为它感觉价钱也比较合适 外观也比较的漂亮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找这么一辆 12年的奥迪A4L 也让大家来看一看这车 它现在在二十桌市场上究竟能卖多少钱 以及这车它到底保不保值 现在我们走着 大家看到了吗 眼前的这辆就是奥迪的A4 外观确实是非常的好看 在当年只有奥迪它加长了 所以它叫做A4L 像同年线的同级别的宝马的三系 或者说是奔驰的C 都是没有加长的 并且外观也没有这辆奥迪A4那么的年轻 奥迪的A4L从09年就开始正式的发售了 相对于它上一代的A4来说 外观确实是改变了非常非常多 尤其这个大灯 也坐实了奥迪登场这个美名 车是2013年上的牌 是属于自动技术型 也就是相当于是个次低配了 新车制导价是29万多 奥迪的A4在当年可没有陷入近 降价降得这么猛 在当时一共就优惠了15000块钱 也就是说这辆车全部办下来 已经是一个30万的好车了 陷入近7年的时间过去了 奥迪它的保值率一直以来 并不是特别的好 相对于BBA来说 奥迪可以说是保值率垫底的这么一个存在 那这辆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呢 7年的时间 当时办下来30万多了 现如今呢 在二手车市场上 这辆车在车况非常好的情况下 只有三个面喷过漆 其余的没有一处板金 现在也有在二手车市场上 卖个13万多这么一个位置上 内饰呢 这车就明显不如外观那么的好看了 还是沿用的以往的奥迪的老内饰 其实这个内饰说真的非常的不好看 但是后排空间呢 因为加长了 所以说看起来还是整体比较不错的 反正车况就这么一个车况 那大家感觉花13万多买这么一辆 奥迪的A4L13年的7年的车顶到底值不值呢 又或者说大家下期还想看什么车呢 只要是大家想看的车 我一定第一时间帮大家去找好不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